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想创作多久 让他问老天爷给我多少时间 为什么会这么替银湖的创作之路 下结论呢 他是钟维文 虽然在采访过程中 一直说自己只是一位银匠而已 但是在银湖的世界里 他的作品 在中国已经属于收藏品哦 其实我们并不会很希望 自己的股接下来面对的事情 是要被炒作或是大力的吹捧之类的 那如果一定要进入 被炒作的那个状态 其实有得可能就有失 也许在金钱方面会来得更快 更开心 但是不一定更开心 这是我们就是17年来 也算是一种夫妻的默契吧 什么事情应该摆在前之前 回头看看钟维文的创作之路 像我没有学过金工 那我一年的时间破解金工 而且在那一年里面 我几乎是真的不跟人说话 我就把自己灌在山上 有了自己的金工技巧之后 2009年开始 他把创作中心放在银湖这部分 我是利用敲击挤压的原理 远远地从这边打过来 然后另外一个角度 从这边打过来 两个点挤压出来一个小凸点 然后另外再点连成线 然后线打成面 所以这边就有一个细微的转折面 想的做的都是它 就是想让每一把 必须经过至少388万次敲打 才能成型的银湖 能够忠实传递出自己心灵的想法 每天这么敲 每天听着音乐 一刀一刀地刻出纹路 三年的时间过去 2012年开始 我好像对湖才有真正的认识 湖的学问真的很大 一把湖要好 它要具备的条件是什么 他给我一句话就是 出嘴要好 止嘴要快 我事实上我不知道好 要好到什么程度 那快要快到什么程度 所以我就把湖做到一滴水 说停就停 然后一滴都不逆流 结果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那个茶人反而告诉我 神经病 因为没有湖做到这样的境界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有一些收藏 茶湖的收藏家 他们会很在意这一点 因为他们自己的湖里面 没有一把湖可以做到 说停就停 符合了好湖的标准 中维文追求的更多 从金工的线条 到辣雕的圆润 如果用力过度的话 刀会停留 会留下一个 暂停的一个刀线 所以我要一刀过去 收缓是要放松的 刚柔并成 自己的作品有了更多的生命 但是中维文付出的代价也不小 做辣雕我下刀是松的 一定要放得很松 像我做进攻跟做辣雕 我的手腕的方法就要不一样 所以我得调整一下我的护具 不用电镀 全部都是手工抛光 不滴不漏 出水顺畅 食水利落 他的作品是慢工出细活 也是拿生命来创作 这首关键都会有改变 分享 别有所谈性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